黑衣男匆匆忙忙從小上離開 邊走邊想該怎麼辦 原來他剛剛十刀砍傷前同事 帶著血跡 倉皇逃逸 逃沒多久很快 黑衣男就被警方壓制逮捕 短短不到四小時迅速破案 二號下午三點多 三重壁華街發生砍人案 警車救護車通通到場 衝進屋內但只見兩名傷者 其中一人多處刀傷 倒臥血破 警方第一時間逗場立刻進行搜證 並展開追查 發現案發前 曾有一名男子進入屋內嫌疑重大 家人逮捕後 發現案發當天黃姓嫌犯 離職後到保全宿舍找朋友 卻遇到廖姓前同事 對方不斷揶揄嗆他 讓他一氣之下到屋內拿西瓜刀 灰砍 造成對方腹部穿刺傷 一度命危 剛好有遇到對方朋友 企圖攔阻嫌犯 但拉扯中割傷手指 兩人送已久之 他犯案之後 逃逸到五華街 一家娃娃機店前面的椅子上 坐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在分析他因為應該是突然犯了這個案件 我驚慌失措 有毒品前科的嫌犯 若往後情緒激動 聲稱是對方先動手的 之後才坦承以前共識常被嘲諷 遭殺人未遂法辦 但警方也調查出遭砍被害人 市民毒品同系犯 這會因被砍受傷 險邪喪命 卻意外曝光身份 三地球場中王家狠 新北蒼蝌東